大家好,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SimpleXML 这个扩产对我们这个XML文件的这个处理 对吧,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RSS聚合和解析技术 好,下面我们开始 聚合它是一种RSS基于XML标准 在互联网上被广泛采用的这个内容包装跟投递协议 RSS是一种描述跟同步网站内容的格式 是使用最广泛的这个XML应用 RSS搭建了这个信息迅速传播的一个技术平台 使得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信息提供者 我们只要发布一个RSS文件 那这个RSS feed中就包含的信息 它就能够被其他站点直接调用 而且由于这些数据都是基于标准的这个XML格式 所以也在其他终端或者服务中可以直接使用 它是一种描述跟同步网站内容的格式 其实说白了 这个RSS就是一个标准的这个XML文件 对吧 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生成这个XML 以及我们如何解析这个XML 稍微要注意点的就是RSS它有几个版本 它的主要版本是0.91 1.0 2.0 例如这个0.91的版本 跟1.0的版本完全不同 也就是它里面的这个 Element的元素 可能稍微有些变化 包括有些元素上面的一些属性 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我们只要注意这些 我们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多问题 来我们看一个代码实例 一个现实中间的实例 这个网址 它的后缀需要是.HML 但是很明显 它的作用也是一个RSS 对吧 用来供别人订阅的 它的版本使用的是2.0 你看 首先 它最后外面的更前点是RSS 你看 我们看结束 对吧 然后里面的子元素 就是一个颤子 它的这个Channel 它包括 它的Channel 包括了所有的这个item元素 对吧 Channel里面的几个子元素 一个是title 一个是描述 然后一个是列阶 一个是语言 还有发布日期 然后最后的构建日期 对吧 再是有这个 所谓产生的 还有这个TTL 好像是个修改时间 然后在循环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叫做item item下面就是它的文章了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它是一直在变化的 对吧 我们要做的就是 首先 这上面的是根据一个网站 或者是一个博客的这个 基本信息来生成的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这个博客上面的文章 对吧 一些文章信息 然后通过一个一个 一个item 对吧 不停的循环 把所有新更新的item 全部展示出来 那这就是 一个rss文件了 对吧 好 我们看了这个实际应用中的例子之后 来 我们看我们的这个代码 首先我引入来了这个 xml的这个 首先我引入了这个标签 对吧 你看我们把这个xml放在这个str这个变量里面 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 new这个simplexml element对象的这个方法 构建了这个对象 构建这个对象之后 首先我添加了一个chana这个元素 然后这个chana它又添加了一些子元素 包括title 列结 描述 对吧 然后直接处理完之后 那我们是不是要处理一个item了 对吧 那这个item的话 首先我们要循环处理 那首先有些数据 我们必须要获取 例如我这里采取了一个模拟的方式 假如说 我们从数据库里面读取出来的数据 它肯定是个循环列表 我们保存在一个data里面 你看 这个data的实力 就是这么一个 我这里面只有一个元素 它本来是个二元素组 对吧 我们这里面的一个元素就是 它有一个标题 链接 以及它的一个秒数 还有它的发布日期 对吧 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循环 变定这个数据 这个数组 然后我们给我们这个chana 添加一个子元素 叫做item 然后这个item再添加一下子元素 就是这个数据里面的一些属性 添加进来之后 最后保存为一个rss 这个xml文件 这就生成了我们这个xml 对吧 就跟我们这个一样了 是吧 你看 首先我们已经 最外面的这一层我们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添加一个xn的元素 对吧 而xn的元素 再添加几个子元素 一个是title 一个是link 一个是描述 添加完之后 再添加我们这些item元素 这些ant元素就是从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获取出来的数据 做一次循环 然后再一次添加这个item里面的子元素 对吧 添加完之后 一次循环数据 就生成多个item 然后这些数据都处理完之后 我们就把它保存成我们的要的一个xml文件 那就生成了我们对应的这个rss 是吧 来我们看一下里面 好 我们已经有xml文件了 对吧 我们先删除这个rss 好 那我们已经删除掉了 来我们运行这个代码 好 执行完毕 来我们看一下 看 这就是我们生成的这个rss 首先它是个smail文件 对吧 最外面是2.0版本的rss 然后在里面 这是一个参打标签 参打里面 它有些子元素 首先title link description 对吧 然后再解释 循环我们的这个内容 因为我们这个 视力的内容里面 我们只放了 一条数据在里面 对吧 所以它就只会有一个item 我们如果有多个 它就会生成多条 来 假如我们这个数据源 对吧 看 我们这个tet1 我们就根据这个tet内容来区分 好了 好 我们用三个 来 在这里 22 对吧 好 我们再重新 好 我们重新完毕 我们再看这个rss 那这个时候 它应该多了很多 对吧 我们看这个item 你看 第一个item里面的title 它是11 对吧 我们看第二个item里面的title 它是22 好 第三个 它是33 所以生成我们这个rss文件 就这么简单 好吧 好 我们把这个代码放到我们这个博客里面 然后如果我们每次更新文章 或者是更新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重新触发这个生成的代码 重新生成一个这么的xml文件 然后 订阅方 它就及时获取到它的这个文件里面的数据了 对吧 好 我们看第二个demo 这里呢 就是我把这个rss这个处理的封装成了一个类 这个类里面的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看 首先 类名是rss 然后它有个构造函数 对吧 然后 这是有个additem的这么一个函数 然后这是构建rss的这么一个函数 这是输出的一个函数 它保存文件的一个函数 对吧 所以非常简单 来 我们一次看一下 首先 它有这么几个属性 rssversion 是它的版本号 对吧 然后这些下面的title link 描述 语言 版权 还有这个管理员 发布日期 最后构建日期 还有构建的这个生成器 对吧 这都是我们的这个xml标签里面的这个子元素的一些描述 然后紧接着这个items 就是我们这个rss文件里面的这个 循环变列这个item 对吧 好 我们首先看这个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 其实它就是对我们这个channel下面的这些子元素 是title link 描述 发布日期等 它都有一个初始化 对吧 在这 最上 在这里 它的一个初始化 对这些信息的一个初始化 然后 我们看下面的函数 我们看这个additem additem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把我们的这个item里面的信息 构建成一个数组 添加到我们这个item这个属性里面 对吧 好 那么看我们这个buildrss buildrss 它其实就是要生成我们这个xml文件了 对吧 构建好我们这个xml文件 来我们看这里 我们其实这里我们是用字符串的方式 把它保存到我们这个s变量中 对吧 好 我们在这里还特意注意了它的这个换行 好 这是上面都是构建我们这个channel的这个子元素 然后下面我们是循环变力我们这个item里面的内容 来构建我们这个item 然后把构建好的这个item这个字符串添加到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rss字符串里面 对吧 好 整个内容添加完之后 那我们的内容 我们这个content就保存了我们整个的这个rss这个文件的内容 然后我们的output呢 就是如果这个内容不为空的时候 我们就输出整个的这个rss这个xml文件 但是我们第一个事例 我们生成这个xml文件对吧 第二个事例 我们这里就是把它整个这个内容保存到了一个字符串里面 对吧 然后如果我们调用这个output的话 我们整个把这个输出 那输出的话 那它就是把一个 它就会浏览器就会解析我们这个xml文件了 好 我们看这个方法叫做save as file 就是通过传递过来一个文件名的方式 把它这个内容写到这个文件里面 进行保存 对吧 我们这个事例也很简单 就是把我们要生成的这个rss.xml文件 它的内容拼凑成一个字符串 保存在一个书信中 然后看它是调用保存文件还是输出 对吧 如果输出的话 我们就直接输出它的这个保存 这个内容的这个属性 如果是要保存的话 我们就把它写入到一个文件里面 对吧 好了 这一刻 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们就先看这个属性了 我们就先看这个属性了